大家觀察一個生意者的男人 這位未知在台北直軍的中期 我們過台上面躺著三個協 跟這個亞洲團去下軍北台 而且警方直到部安在後期 跟他抓起來 他是來生理說 他是要來找刺客才這樣做 反思考未來沒有人 一個男人在下台 把貨幣採好洗 他去旁邊 整分數讓他整個 遭遇要協助到行路上的商品 一個穿到人家走過 他隨意把衣服穿起來 不過在坐我們那種商品 有百分的民眾覺得是真不透動 這還是一個公共空間 還是要穿得體一點 我不是每個人想看的樓梯 事情發生在這個月找衣服 一個35歲生日的男人 他是一個工廳室 他在當地比較早買我晚上11點的時候 在台北坐我們中期站 那沒穿衣服的商品 會返向去社群網站 在公共中所做這種行為 涉嫌奉海奉化 警方頭過禁止去的人 他跟警方說 他覺得這樣很刺激 才會適當北體的商品 迅速於兩日內查得該名男子身份 全案以妨礙風化罪前移送法辦 此類的騷擾案件 可以究竟向帳戶人員反映 或直接以手機撥打110 警方會立即到場協助 過去也有面穿在坐雲的車廂裡面 把生意氣流出來 甚至也還做出不進行的動作 落作押片 經濟恐怖的統計 像這種事件 最近這兩年 在台北財運發生過五項 這種大大的行為 有部分人會主張說 這是所謂結束創作頂頂的理由 不過不然會讓過路人 因為感到不好 也有可能愛護發佈的精神 記者 松學報道